哎呀,小时候照镜子啊,看着自己长得还挺可爱的,怎么越长大越不敢照镜子,觉得自己一点也不酷。 嘿嘿,土豆一大早上,就在这里照镜子呢,听他自言自语的,看来是觉得自己不够帅气啊,那我就来帮帮他。 嗯,既然要帮,那穿这身可不行。 咳咳,哎哟,现在的小朋友要求越来越高了,想捏个人可真难捏呀。 哎,这是谁,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他。 阿姨阿姨,你在这里玩什么呢? 阿姨? 哦,哦,对不起那大神,我就刚刚听你说捏人。 大神,你个老豆子,居然说我是大神。 咳咳咳咳,对啊,捏人,我就是女娲娘娘变老了,这些倪人都是我之后要造的。 咦,小伙子,你不是就在这儿吗? 啊,这个是我呀。 嘿嘿,土豆相信了。 对啊,这个就是你的生物蛋,你母亲生前在我这儿求了它,有了这颗生物蛋,才有你呀。 大神 可不可以退货呀 啊 退货 对呀 我不想长成他这个样子 实在是太臭了 肯定是我妈粗心了 没把我给求好 这 可是这些都是我做的呀 你想怎么换 我想换个吉利点的 有福气的 哦 我懂了 你回去等着吧 真的呀 之后就可以回家等着变哭了 可不是嘛 大神给你打包票 保证符合你的条件 土豆土豆 你怎么在这哭呀 哎 你怎么变成一只恐龙了 我遇见一个女娲变老了 说要一个吉地的 有福气的脸 然后就变成这样了 嘿嘿 绿色说明 生活过得去可不是吉利嘛 至于这张胖嘟嘟的脸蛋 那不就很有福气吗 没错呀 变胖了就不哭了 哦 那边也要成功了